不知道大家身邊有沒有出現過這一類人 這一類人無論是彈琴、運動、讀書都可以做得非常成功 如果再給他們一個愛貌就真的太完美了 不過我想說現在在香港樂壇其實就出現了一個這樣的人 沒錯他就藏在MIRROR裡面 他就是女爵案伊丹雷 作為一個音樂人他的音樂基礎是非常紮實 他懂得彈琴亦懂得拉小提琴 兩樣樂器都拿了八級 作為一個演員他的外形輪廓都非常突出 演技都非常多變 特別擅長這個顏藝 作為一個家人他非常愛惜家人 而且都很喜歡去表達他的情感 而且伊丹他的教育背景是非常亮麗 中學就是讀Bang1的可風中學 2020年JUPAS更加以25分 就入到香港大學的工商管理系 如果我努力考了20分 可能我就做了他的同學了 如果你作為一個電視台的經理人 看到一個這樣背景的新人一定會被他吸引著 因為他整個package都是為巨星之路而設的 不過在兩例的CV背後 其實伊丹都付出了一個超大的努力 都是不容大家所忽視的 雖然他不是一個悲劇中的英雄 但他絕對是童話故事裡面的王子 如果你想看一個快樂的故事 一個人靠著努力也都可以成功去做到他想做的事 伊丹一定不會令你失望 開始介紹伊丹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like、訂閱 支持我繼續拍攝不同的人物故事給大家 你們的like和訂閱是對我的支持 伊丹全名雷雀岸 今年24歲1月21日3日 花名叫做伊丹、老鼠屎、黑氣石、阿田 黑氣石的名字就是MIRROR高玩綜藝節目出來的 伊丹出生於一個小康家庭 有一個妹妹 伊丹是一個超級妹控 非常疼她妹妹 疼到她經常想跟妹妹合照 但是她妹妹不想公眾去關注 所以她經常拒絕 中學的時候 伊丹就讀Bang1可風中學 當時已經展現了一個個人的藝術才華 而且伊丹也是一個校內的活躍分子 積極參加科學活動 而且人緣也是極好的 他曾經參加一個校內的歌唱 自彈自唱 拿過冠軍 中三的時候 他也參加過一些才藝比賽 拿到最佳演員獎 唱歌和演藝方面 都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潛力 陸運會竟然拿過獎牌 更加在台拳上黑帶 可見她真的文武雙全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她真的很全面 在經理人眼中 這個伊丹絕對是一個寶藏 DSE以25分 考入了港大BBA之後 依然活躍在校園中 她是一個Dance Team中的中堅分子 以及有跟這個老師學跳舞 當時教他跳舞的老師 正正是ERROR隊長的肥仔 我們就看到Edan 在跳舞和音樂方面 都已經有非常出色的根基 不過Edan也不是一帆風順 在參加《全民造星》的時候 由於Edan的背景真的比較好 Edan只要安安全全 就可以有不錯的表現 但是會被評判覺得Edan太乖 表現也太穩陣 反而沒有什麼突破 不過Edan的確是一個乖 都很開心接受所有人的意見 而且他當時年齡都非常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Edan的表現 之後都是越來越突出的 最終可以贏到《全民造星》第八名 之後還加入《男子組》MIRROR 在音樂方面 Edan暫時只是派了兩首歌人單曲 但兩首都是大獲成功 期間在1月27日派出的 《E先生連環班》事件 更加熱爆傳承 可以說是他的成名作 這首歌是令全香港人 真正認識Edan的音樂的開始 Edan自己也等了這個機會很久 但等到2021年才有機會 被他爭取到 最後結果當然在努力之下是非常成功 只在MV至今都已經有850萬個Fuse 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是由Wyman為Edan填詞的 當初在詞的部分 Edan不論在生活小細節上 都經常有些黑漆發生 所以Wyman就跟Edan提議 不如寫一下黑仔 之後就單身了E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這個題材在香港的確是非常獨特 另外在作曲上 Edan的實力強勁當然也有參與 甚至親自上陣 彈奏Piano部分的Solo 你要知道這部分彈琴的Solo 不論在創作上和難度上都非常高 期間MV還親自落場 演出這個不幸的E先生 令我們看到不一樣的Edan 原來他不只是搞笑 連深層次的感情戲 Edan都可以一樣承認到 之後事隔半年 我們再收到Edan的小孩聲 Edan提過希望自己的作品 每一首都可以高質 亦都希望可以參與到歌曲的創作 小孩聲雖然遲了來 但都沒有令大家失望 內容呼應了Edan初出道的時候 因為不起眼而要靠搞笑的形象 跑入大家的心中 成為了現時大家眼中的小孩聲 當然Edan不介意成為小孩聲 因為哄人開心做小丑 其實也不是很失勁的事 就像大家追女神的過程中 可能你用一般方式很難取悅女神 倒不如做一個小孩聲 可以在女神的心目中留在一個不一樣的位置 還不是你可以有機會 而在演藝上 Edan其實也是非常成功的 要說他的代表作 一定是這個BL劇大叔的愛 他的成功令大家重新追回電視劇 每晚準時打開電視的感覺 相信大家已經很久之前都忘記了 但全靠阿田和阿牧 和其他演員的努力 我們又可以追回電視劇 當中Edan的演出可以說是超級出色 透過這個演藝般的表情變化 令到劇情的氣氛變得十分有趣 而且他做出來時看的人是完全不覺得尷尬的 甚至我是覺得非常好看 令到整件事好笑了很多 我覺得這一點要做到是非常難的 之後Edan也參與了很多電影和電視劇拍攝 例如將來推出的Ice Room 和電影這個 我夠膽相信 Edan在將來 無論在這個樂壇上 或者影圈上 Edan也將會是一個超級巨星 而且他也有非常之型格的一面 不只是懂得搞笑 有這樣的才華 有這樣的變化的藝人 我覺得在這個影視圈 甚至在樂壇上 也非常珍貴 所以請大家穿屎門 繼續支持Edan 如果你喜歡今集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Like 和訂閱我 支持我推出更多有關人物介紹的影片給大家 請大家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